執政的各位縣市所長 你們都是我的榜樣 特別是韓市長 過去這些人來 為了國民黨 為了中華民國付出與貢獻 更令我深深感動 他的一句話 莫忘世上富人多 這句話我一直放在心上 我要感謝全國人民 以及全黨同志 是你們的支持 鼓勵以提醒 主主席 在本黨最艱困的時刻 勇敢承擔 感謝在每一場險戰中 帶頭衝鋒 為國民黨守住民主陣地的戰將 2024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 最近一年多來 我常常被問到最多的是 洋岸會戰爭嗎 會笑臺嗎 因為大部分的台灣人 都感到台灣正被一股力量 推向戰爭的邊緣 臺灣之間已經被國際認定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這就是此時此刻 台灣2300萬人內心最深沉的恐懼 從823砲戰 從華民國會出聯合國 中美斷交這段歲月 在國民黨的領導下 創造了經濟協台灣 政治協台北 並列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 台灣加世民主化 接著1992年的香港會談 烏光會談 年前主席的和平之旅 馬錫會 在在恐固著台海穩定 兩岸和平的基礎 從民進行執政以後 一切都變了 選對黨用對人做對的事 就是台灣繁榮安居樂業的保證 沒有和平 一切都是痛快 避免戰爭 追求和平 是每一個國家領袖 最重要的責任 我當總統 最重要的是 堅持民主自由制度 強化國防精備 加強兩岸交流 降低兩岸衝突 讓台灣遠離戰爭 為家 頑竟勃 學勇 敏 來 教训